客厅堆满杂物 弥漫异味 头发斑白的老母亲就坐在沙发上 清晨休息 看了令人很不舍 往里面走 阳台都是尘土 看了出来很久没打扫了 打开房间 房门都快推不开 因为里面是堆积如山的垃圾 还有厨房也都是过期食品 坏掉故障的家电 满布尘土 母子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下 让慈祭志工们毅然决然地 要彻底打扫 还给这对母子 一个干净的家 一边清 一边扫 还要一边刷洗 屋内每个角落都清出了 一袋袋的垃圾 分类后 分装到垃圾袋 志工们在接驳 从五楼搬到楼下 最后由垃圾车载走 这么一打扫 清出了十多吨的垃圾杂物 环保回收车 来回共跑了三趟才再玩 近四十位的志工 手脚并用 为这对行动不便的母子 把这个家里里外外清理打扫了一遍 放眼望去 真的好干净 老母亲感念志工们的付出 脸上满是笑容 我们志工第一天来看他揪着脸 然后这样沟通 他笑容 我们志工好开心 你们能够付出 他能够配合 这个才是最圆满的 清理打扫后 母子两居住的家 改头换面 满心欢喜的道感谢 一句句感恩 让志工的疲惫 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李素月 林初汉 杨秋展 高雄报导